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Trabble Maker今天去哪? 我们来到日本的Hotel Universal Port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跟环球影城有合作的饭店 那跟环球影城合作有什么特色呢? 其中一个就是它一楼大厅有小小兵的装置艺术可以拍照 然后还有跟小小兵合作的限定房型 有格鲁的房间呢,还有三姐妹的房间 所以如果你有带小朋友来的话 他们就会有一种自己变成小小兵的感觉 你看饭店门口还有写Bello Venus Bello就是小小兵与哈喽的意思 再来是你在饭店的一楼柜台 就可以购买环球影城的门票 可以不用去现场排队 不过要注意的是 这边的售票数跟环球影城是一样的 如果那边售完的话 这边也不会有票 还有就是在一楼大厅 可以确认里面的游乐设施等待时间 不过这个点的话 你只要下载环球影城的APP 就算你人在台湾也可以看到要等多久哦 然后在饭店内也可以购买环球影城的商品 里面有一间小小的店铺 就是跟环球影城合作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地理位置超级近 经过我们的实际测试 从这间饭店走到环球影城 大概是六分钟的时间 那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去开箱饭店吧 GoGo GoGo 那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那看房间之前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蛮有趣的东西 就是你电梯门一打开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水族箱 这有水母 而且这水母长得很特别 我记得我之前去那个什么Xpark 也没有看到这种造型的水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旁边就是那个海油管 所以它这边就有这种水母 然后它在这边这个小角落 我觉得他们真的蛮会利用空间的 这小角落不是只有你看到的贩卖机而已哦 你再进来还有东西 蛤 里面有东西 好挤的感觉哦 这里还有一台制冰机 但我觉得蛮特别的是 我期待应该是有饮水机 但是它没有饮水机 它只有制冰机 这个就是你晚上如果很想喝点什么的话 至少还有贩卖机 这边的商店都超壮观的 但是在隔壁那个Vita里面有一间Lawson 但是因为这边都是从环球出来的人 刚刚Lawson超级的 对啊 好 那我们现在去房间 我们住在703 这边有两个洞 第一天来我想说奇怪上面有一个洞 那这个下面有一个洞 是什么意思 他们还蛮贴心的耶 就是有小朋友的话也要看一下外面是谁的话 好 就可以看 请进 日本的饭店啊 因为我上次来 住的那间饭店在金栽桥那边 那间其实是超级小的 然后我就想说 会不会我们这次住的地方也超级小的 结果这间饭店比我想象的大一点 它一进门这边有一个帘子 那这里面是让你挂衣服的地方 但它还蛮贴心的 一架附了蛮多个 还有这种有夹子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日本人很在意气味吧 所以它这边有敷这个 让你的衣服除臭的东西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柜子 那它这个柜子里面放的就是浴袍 最下面有那个洗衣袋 他们也是有洗衣服 还有那个鞋把 然后它这里面还有贴一个标示说 就是饭店的拖鞋不可以穿出去房间 然后在那个衣柜的旁边 这个门打开 就是浴室的空间 我觉得也还算大 就是有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 它这边很贴心 它有附这个欸 我蛮少看到的 可能我在台湾的时候 比较没有饭店会附洗面乳 而且我想说它这个看起来 好像还是那个卸妆油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欧银腕 我不确定是不是保养的欸 就是我再查一下 然后再上字幕给大家 就是我很少看到饭店附的这么齐全的 然后它除了这一组之外呢 它这边还有一个洗手的 但我也觉得很妙 这种东西它附的很齐全 可是像这种一次性的用品 它基本上是没附的 比如说什么 它可能很讲究环保 所以像牙刷牙膏刮胡刀 这些一次性的用品 它是没有附在房间里的 最好是你自己有带 没带的话它一楼可以拿 然后它这旁边就是吹风机 Panasonic 它虽然小台 但是吹起来也还蛮够力的 然后这边就有卫生纸啊 然后还有附这个 bubble base 就是让你泡澡的时候可以用 那看到这个就知道 这里一定有浴缸 下面就是它放毛巾的地方 下面还有很贴心有那个 小椅子 小朋友如果太矮 站在上面 可以够得到洗手台这样 这边就是它的厕所 它的厕所的空间 我觉得也算蛮舒服的 而且它这是免制马桶 它会自己打开 然后它也会就自己冲马桶 这样很方便 它们真的是很讲求环保的饭店 它也希望你先用这一卷 不要两卷都用 它这旁边还有一个很迷你的垃圾桶 那个是让女生丢卫生棉的 然后它卫生纸丢啊 它卫生纸丢马桶 因为这个是环保的卫生纸 我发现日本很多都是这个操作 然后这边就是浴室 它的浴缸也比我上次住的那一间大 我上次来日本住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一个方形 然后挖得很深 那这个你还可以躺这样 那它也很贴心 旁边还有扶手 然后它这边就是冷热水分开去调节 但是我觉得它这边的热水真的非常的热 你完全不会洗一洗突然有冷的感觉 然后这边就是脸蓬头 它这个是可以调角度的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沐浴用品 它也是很贴心 有腹吸发精 润发乳跟沐浴乳 那这下面还有这个小椅子啊 跟瓢 还是一个set 就是你可以冲啊或干嘛 大家自己看想要怎么用还蛮方便的这样 然后浴室的空间外面 它就有一台除湿机 但我觉得这台除湿机还蛮不错的耶 因为有的除湿机它会很吵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很干扰 但我觉得这台还蛮安静的 然后再加上有除湿机的话 我觉得整个空间会觉得更舒服 那这边就是玄关跟浴室的地方 介绍完了就换我们睡觉的地方 这边的空间就是做得很精神啦 这边就是有两张单人床 那它这上面都有附三个枕头 但我觉得它这个枕头的材质 对我来说很特殊耶 它就是上面这边比较薄 是软的 然后这边捏起来就是 有种硬硬的感觉 我感觉有点像沙包耶 刚开始睡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 后来Jack说叫我倒过来睡好像就可以了 大家可能睡的时候自己瞧一下角度啦 我目前睡起来觉得OK 但有可能是因为真的太累了 你不管它是什么枕头 你统统都可以睡到挂 然后在床旁边就有一个超级大的全身镜 再来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小柜子 它这边有附一个迷你的化妆镜 然后这边还有卫生纸 这边就是那个 就是service的菜单 它好像是到几点啊 好像是晚上十点 我觉得它开的算晚的 因为这边很多八点就没有了 而且它选择算多的耶 还有章鱼烧儿童餐什么的 不过我们是没有点来吃的 对我们出去都很晚才回来 那它这个就是楼下有一间餐厅的餐点这样 下面这边呢有两瓶水 是大家可以免费喝的 然后如果你续住的话 都会进来整理会补给你 然后这个水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我们平常很少喝到这种罐中的水 一开始喝的时候就会觉得 这个触感乖乖的 这个好像就是在当兵的时候才有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铁水壶的感觉 然后这边这一区又有点小乱 因为我们已经住了两个晚上 东西又堆在这里 那这边这个热水壶 是因为我昨天煮泡面 已经先把它拿出来 它煮的速度超快 所以肚子饿的话也不用怕 那它下面的柜子呢 里面有一个迷你的保险箱 下面还有杯子 这个应该可以拿出来吧 对 有四个杯子 下面有一个冰头 还有这个 小小的迷你吧 你可以自己泡茶来喝 还有咖啡 另外一边的柜子就是冰箱 那它的冰箱里面是没有附任何东西的 就是你自己去便利商店 可以买东西回来便利商店 电视旁边就有一个长沙发 这个沙发基本上 我也是拿一堆东西 因为空间很小 所以东西都放在上面 它有附一张小桌子给你 吃宵夜的时候会用到它 那它这外面其实有一个小阳台 我一开始还想说 这阳台是可以让我跨出去的 后来Jaker说这边他讲说 这是非紧急情况不能出去的啦 从我们的窗户是可以看到这个 环球影城外面的拱门 前面有一条走道 你可以从这边就看到有多少人 从那个走道走过去 那当然这附近还有好几间饭店啦 就是价格不太一样 然后距离不太一样 好我们最后就选择这间 Universal Port 就是距离还OK 走过去大概10分钟以内啦 然后价格也相对便宜一点 我们觉得还算OK 那它这隔壁还有一间 也叫做Universal Port Vita 我们一开始看到Universal Port 就跑进去 然后他们的饭店人员还很欢迎我们 我们还莫名其妙拍了一个纪念照 然后去确认的时候 无论说 这边不是你入住的饭店 他就说你的饭店在隔壁 那因为他们跟环球影城合作的 这两间饭店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里面有小小兵 所以我就想说 诶这有小小兵应该没错吧 殊不知这两间都有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是它房间大多数的灯的主控 它上面有汉字上面有英文 然后这边有三个插座 我觉得还蛮贴心的 在这个位置就是你要充手机啊干嘛的 那我说旁边这个小盒子也很贴心 我觉得它应该是考虑到 有一些女生会有一些饰品吧 好 然后这个床 我觉得它算有弹性 没有到非常的硬 我觉得我已经感受不到它的弹性 因为硬邦邦的是身体 硬邦邦是我们的自己 我觉得来日本就是它的床怎么样 你基本上应该感受都是不准的 回来都是死掉 看你怎么玩啊 看你怎么玩啊 然后这边呢 它还有一点点的装饰 它这个装饰有点不平所以 这个空景是 国王的新画 要用心才看得见 这个房间多少钱啊 我们在这边入住是三天两夜 抓卡大概是一万三左右 所以一个晚上大概四千多一点点 大家如果想来大阪环球影村玩的话 因为那个园区真的超大 你一定会爆累 所以我觉得住在这附近这几间 是非常推荐的事情 我觉得你真的要来日本这边的话 我觉得不用订早餐 虽然这间饭店的早餐听说很不错 但我当初就想说 我们应该没机会吃早餐 严格上来讲 因为你为了要进去环球影村 你要在它开园前进去 你就会七早八早就要准备冲过去了 然后再加上我们后来的行程是要去那个 新灾桥啊 然后阿贝也那边逛 那我们基本上前一天累爆 所以也爬不起来 就是你可以省下那个早餐钱 除非你真的只是陪家人来的话 你可以去吃早餐 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喜欢我们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的IG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这是我们第一次开箱日本的饭店嘛 然后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很好玩的小细节 因为他们每天都会自己来打扫房间嘛 然后因为我有看一下Jack的使用的状况 一次性的那个牙膏 他就是打开来挤了之后 然后牙膏就没有关起来 结果晚上回来之后 那个小牙膏他是帮他关好的 然后你的隐形眼镜怎样 他那个也是日抛的隐形眼镜喔 打开来 里面还有那个水嘛 我想说我回来再丢掉就好了 他把我盖回去 然后好好的放在牙刷的旁边 对因为他会是 我们是会这样撕起来的嘛 他也没有全撕掉 他这样撕起来 然后他就这样子把它盖回去 对 还有牙刷 我好像用完会这样插在上面 但是他还整理的时候 就会帮你把牙杯倒盖回去 然后牙刷两支平行放同一个角度 在那个牙杯上 我觉得这是在台湾饭店 体会不到的细致度 我的好同事 他瓶瓶罐罐都不爱管 如果来这里 他们可能会全部把它关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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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